这个川普胜选之后呢 手上握有一个核弹 可能会公开罗利岛的秘密 里面有大量不雅的影片 来 导播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很多罗利岛的事情 大家都搞不太清楚 甚至我的小编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位美国富豪 包了一个岛 找了很多的这个年轻女子 付了高额的金额 然后开各式各样的心爱party 所以里面有一大堆的美国政治人物 大明星 都是讲出来你会怕的超级大咖 都来了姓谎言罗利岛 但是里面据说有克林顿 对不对 有照片 大家都有看到 我跟纪大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有一集特别节目就谈这个 所以如果你不太了解细节 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比较短 没有办法细讲 大家记得上网去看 好 你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就要问一下 川普现在复仇的心应该很强烈吧 罗利岛真是个大核弹 他上任之后会怎么样运用 这个手上的核弹呢 还有美联储的这个主席 这个鲍威尔非常的呛 他说如果川普要求他辞职 他绝对不会同意 就是要做到任期结束 他是律师出身 能耐他如何呢 所以现在川普是不是要开战了 那现在很多讲说 干脆把这个美联储废掉就好了 他应该在总统的指挥下运作 然后这个马斯克还用100的表情符号来赞同 总统跟美联储主席开战 谁会赢 那当然还是总统 因为现在我们川普先生 他已经变成川皇了 川皇 他会是美国第一个 用一个最独裁 最威权 而且下手最狠的美国总统 这个可以预期 那刚刚讲罗利岛事实上的话 本来说川普本身也有问题 因为他也认识那个岛主 这个岛主叫爱普斯坦 爱普斯坦 爱普斯坦已经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那可是川普呢 他说我知道很多秘密 可是我没去过 所以他就变成就说 可是他说过好几次 他说我当总统 把这个内情查清楚 全部公开出来 那我想他会这样说 可能他自己真的没有涉入了 可是呢外传就说 克林顿还有谁呢 还有英国那个安德鲁王子 还有好多大明星 大明星都去过那个地方 所以呢现在呢 这个6月3号的时候 今年6月3号 这个福斯新闻访问川普的时候 就说你曾经说 你要把那个罗利岛事件的事情 当总统你要把它公开 调查结果公开了 是不是还算数 川普说当然算数 这是个超级大核弹 对超级大核弹 而且里面有他最讨厌的 一个人的先生 他最讨厌的一个人的先生 就是克林顿的 他很讨厌Hillary嘛 对 因为Hillary事实上 有一个案子 是Hillary涉入 一个刑事案件 那川普这个好认为 Hillary对他进行司法追杀 所以他对Hillary是恨之入骨 所以他现在有三大案 他要当选总统以后 他要把他的调查结果公布 除了这个罗利岛事件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甘乃迪总统 被刺的案子的调查报告 他要再做一次调查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911案子的报告 所以他这个总统 真的不管不但管未来 现在未来 历史也管 他的复仇心到底有多强烈 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记忆力特别好的人 很难够忘记很多事 而且过去四年 他也真的不容易 能够活下来真是不容易 他实在是被刷得太惨了 他认为 他为什么战犯第一名 就是拜登呢 因为拜登你记不记得 叫FBI 突然突袭他的 他在佛罗里达的家 进去带走一大堆东西 那时候翻着乱七八糟 这个是史无前例 所以川普一直讲说 他说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 把美国的司法 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说你这样做 美国跟那些香蕉王国 有什么不一样 指的就是骂的就是拜登 那所以这个事情 梁子结得很深 而且最近我看那个彭斯 他接受一个podcast的 一个访问 他真的侃侃而谈 人家问他说 你对川普什么印象 他说这个人 记忆力惊人 什么事情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都是记住到 细节部分 像这么好的 记性的人 他难道能够忘记 这些事情吗 虽远必诛 虽久必诛 反正得罪我的人 大家就等着看 未来有四年时间 好 时间关系 中国温亚委员 这个中非在南海的部分 目前掀起了法律战 一个是10月8号 小马克是签署了一个 海洋区域法跟群岛海盗法 那中国大陆就招进了 这个菲律宾的驻大陆大使 严正交涉 那11月10号这一天 中国可以说是一天两大招 第一个公布了64座南海岛礁的标准名称 然后公布了黄岩岛的临海基线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法律战打有效吗 还有一个就是10月4号起 菲律宾展开了夺岛演习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个056 056就在旁边绕来绕去 那经过菲律宾的这个警告区里 仍然是怎么样都不肯走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我看到 这个大陆网友的标题很有趣 就菲律宾哭诉 中国不讲武德 我在演习 你怎么可以在我旁边绕呢 另外一个时间关系 委员财经专业 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谈到 当时是一个刚刚出来的最新消息 就是在今年9月份 政治局这个开会 还有包括这个发改委开会之后呢 这个人大的这个开会 也非常受到重视 那总共是一个组合权 6亿加4亿 所以你看到6亿 这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的 置换存量隐形债务 然后同时呢 另外还有这个4兆6兆加4兆 还有呢 2029年 还有以后年度到期的澎湖改造 银杏等等 2兆的这个人民币 当然这个金额很大 但是到此刻为止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细节 那先化债 化债算不算是一个比较 消极的做法 有更多积极的作为来刺激经济吗 这个只是开始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了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府总负债 不算特别高 但是也蛮吃力的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18兆美元的GDP 它的负债比例100% 也就是政府地方跟中央总共也负债18兆美元 这18兆美元不到8兆是中央政府 超过11兆是地方政府 这什么意思 全世界没有这种状况 大部分都中央负债一大堆 像美国负债比例135 几乎都是联邦负债 地方负债很少 然后这个日本200% 也几乎中央负债 也没有地方负债 连很多国家找到说 地方负债比中央负债还多了 中国是唯一的案例 那就表示前段时间 地方的管理出了问题 那现在没办法啦 这个地方负债中央最好把它扛下来 那地方负债如果以这个10兆美元的话 就是70兆人民币 70兆人民币 你现在拿10兆出来解决 就是七分之一 那这10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把地方负债扛到中央来 先比较危急的部分扛过来 那没办法啦 反正中央负债也是在 也是老百姓的债 地方负债也是老百姓的债 只是有的省负债高 有的省负债低 然后把一些比较 还债能力很弱的 先把它拿过来中央来负担 那也不可能去跟地方要什么抵押品 也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就是承担过去政策错误 所下来的后果 看能不能用这种方式 让整个三环套的问题 能够开始获得解决 就是房地产出问题 然后银行出问题 银行出问题 接下城投公司出问题 地方政府出问题 这三环套 看能不能疏解一下 那至少先梳解七分之一嘛 那如果有效果的话 明年再来嘛 整个一步一步央处理 有点慢啊 但是总比没有处理好啦 这是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讲了很多什么隐形啊 什么棚区啊 简单讲就是地方债 统瓜变成中央债嘛 因为中央总是比较有能力 处理在债 扛在债务的问题 那菲律宾跟中国 在打这个法律战 只是未来扩大冲突的一个前哨战 先讲道理 但是我觉得中国还不够强势 要直接宣布菲律宾现在所占有的 九个南海岛礁是非法占领 要更狠才行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讲说 我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啊 没有你中国专属经济区啊 所以你不能过来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中国要倒过来 不只是说要讲黄炎岛 是有领海极限等等 要把菲律宾所占领的 特别是中叶岛 中叶岛就是国民党军队 本来是代表中国占领好好的 一次台风来一定有阴谋 台风来的时候就撤了 撤了以后菲律宾就来占领 那国民党当时要派军队去 要把他抢回来 美国就叫你不准 国民党就搜索了 搜索了 那解放军说 我现在辱到我代表一个中国 要回来 就是宣布他说了 因为宣布这些岛礁 是菲律宾非法占领 有一个很大的法理基础 就是菲律宾当时独立的时候 领土范围是根据 美国的殖民地的范围 美国殖民地范围是根据 西班牙拿了两千万美金 卖给美国的那一张图里面 完全没有南海岛礁 所以南海岛礁任何一个岛 都不属于菲律宾的 这法理基础很坚强 跟什么海洋法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直接派兵把他赶走 那你就讲海洋什么意义呢 所以菲律宾要演习夺岛 没有关系 大家就来夺岛比赛 看谁本事大 那菲律宾觉得后面 有个川普大哥就试试看吧 你川普大哥亮剑来瞧一瞧 所以我是觉得 豺狼来了有裂枪 但是裂枪里面要有子弹 裂枪里面不要空壳子 这是大陆现在目前要面对的 其实我刚才讲的 你告诉中国老百姓 我的武器很多 军力很强 九岸很棒 台独欺负你 你也当归孙子 菲律宾欺负你 还能当归孙子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要表现出 它的魄力就现在开始要弄了 所以我认为就把绿战 菲律宾也讲说 我要什么提风系统 对不对 要装 很简单嘛 就把黄岩岛开始填海照路 在外面放个炮兵部队 让那个小马可斯在马卡仁宫 睡觉都不安稳 因为那个离黄岛165公里而已 165公里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睡完睡觉 离马尼拉就165公里 165公里 对 165公里 它前面就是苏比克湾 苏比克湾100公里 对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全俏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